大概都12桌吧 有的时候是18桌等等 那今天的话只有一天的时间 所以我要把这么多东西 农桌 很多地方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太详细 所以有些地方可能要跳钥匙的 那品贵要包含一下 因为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很多的细节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详细说明 所以有些如果假如你觉得 可能部分听不懂没关系 很简单的搜索一下 其实应该也会找到完整的影片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也有上过类似的东西 那目前的话我主要是在业界跟在学校 或者是在学校有一些单位找我去当业师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大概就这样 然后另外的话我刚刚讲过 YouTube的观看支出也超过400万 订阅人数的话超过1万 OK 那之前有蛮长的那个业界经验 除了说担任过执行长工作之外 其实那一时以来都还在code in 其实我还蛮喜欢code in 还写程式的 我写了至少超过20年 还乐此不疲 可能我觉得我的那个大脑的这个组织跟电脑好像蛮可以相容的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对于这部分感觉比较不相容 好像看到那些东西马上就头大了 所以这个那但是不过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方向 那证照的话我也是一大堆了 OK 那这是我的频道这不重要 另外因为这样的关系 Google上面他每个月都会给一些分红 而且我确定 这些目前看到国税局好像没有列出账 所以应该我不太确定 我是都没有给他报税 不过到时候 这个如果放在YouTube 国税局人看到会不会来找我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我就是提供我的一些教训 那YouTube上面或者是APP上面 或者是部落格上面 其实都可以加入那个Google的ADSense 就是一个合作的partner机制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一个收入 那个收入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太少 而且我不是刻意去经营的 所以我一直建议同学建议学生说 你们的点子那么多 干脆来做这个 可能你将来收入甚至比你本业还多 可不可能 绝对有可能的 我都有很多想法 只是我没有去这样做而已 太多了 因为我的东西不是非常popular的东西 那小朋友可以做一些很popular的东西 那你说有多少呢 这个数字被我盖住 大概个十百 不是没那么多了 有五位数字 不过有个小数点两位 但是这个是美金计价 美金 OK 所以我领的是Google给的美金 那后来我去申请一个 什么西联快会的账户 因为之前直接去领 他说我会对 后来我Google了一下 有人分享说 可以去开个户 转进来没有会对 那你再转 这个可以损失的比较少 所以后来我就给他开个户 感觉还蛮好的 OK 提供给各位参考了 这个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方向 那其他的话 像认证中心 我之前也帮他们做一个 审提命题的动作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来看 有关大处区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这本书 我想一般这本书 那个大数据 这个我想是一个 所谓的理论书籍 主要是这两位 一个是牛津大学的 网络研究所教授 另外一位是经济学人的 那个编辑 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 对于大数据的一些看法 那最后的结论 实际上就是说 当然大数据可以提供给你 那个非常客观的一些分析数据 让你提前知道一些事情 到底该做不该做 尤其像现在的决策 真的非常需要大数据 分析之后的结果 他那边有什么 烤漆的颜色 跟故障率有什么关系 还有什么呢 市政府要找出那个 人孔盖有危险的 要怎么去查 诸如此类的 另外还有什么 Google Google可以预测什么 那个流感的疫情 这个我想相关的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这本书拿来看一下 那另外就是有关 那个Excel部分的东西 Excel部分东西 当然会比较丰富一些 如果你对Excel的函数 假如比较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从基础的书 像这两本 那个作者是灵魂工 然后还有那个VBA 这些书籍稍微去了解一下 那尤其是VBA 函数我想大部分 应该都比较没有问题 会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 VBA这个部分 那像我上课的 那个参考用书 上次是用下面 下面那一本 Excel VBA 一点都不难 然后一键搞定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OK 那这本书的书名 你一听就知道非常爽动 那大家都很想要了解 所以在下班就快了 另外其他还有像 利用枢纽分析 跟一些 那个 所谓争议集 就是像那个什么 一些 那个BI可以分析 不过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还有一些环境的关系 可能这个部分 看有没有办法demo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demo一下 如果不行 那可能说抱歉 OK 那再来有关大数据 相关的影片 我觉得各位可以去 那个YouTube上面 你Google一下 那个宅本桥 宅本桥 这个我想 各位应该对他 不陌生吧 因为他之前帮 那个柯文哲 打赢选战 所以后来有人称他叫什么宅神之类的 那他 这个影片是他在那个冯甲大学上课的完整影片 片长好像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 不过我听完之后 听个几遍之后发现他有个结论 结论是什么 其实大数据真正的价值 真正的价值是在什么呢 是在后面怎么写出程式来分析这些数据 所以关键点是什么 你即便有这些大数据好了 最后 你 很多人会讲理论的 像你把大数据那本书看完 然后呢 不知道 用什么方式 也许你可以用 那你也想说 那我要用什么工具 去帮你分析这些大数据 一般的话 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什么 用R 或者用Python 甚至用Java 或者ShitShot 但是我刚刚讲过 这些工具 对一般人来说 太遥远了 真的非常遥远 不要说对一般人 对即便你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 还是很遥远 还是很花时间 应该那个 王主任应该 有接触R吧 对 才刚才了解 对不对 比较夯 而且也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对一般来说 光要把那个环境 setup起来 其实也就没有那么容易 即便像Python 或者其他的开发工具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就想到 其实我觉得VPA比起来的话 应该跟其他的城市员比 会已经亲民许多了 为什么 第一个 环境 不用setup 打开去 对不对 第二个 它可以录制剧集 其他语言也没有 第三个呢 Excel的资料放哪里 就放Excel自己里面就好了 可是R 或Python 怎么办 你还要把Excel 汇出成CSV 他在读CSV 那读完之后呢 他再吐回来 还是CSV 那你还要再开 你还要再转Excel 所以基本上 比起来 Excel好像 几乎 太好用了 所以 基本上 如果说你不是说 非常高阶的 开发人员的话 我觉得好像一对 90%以上的人 都可以完全符合 这样的需求 所以刚刚载本 所以我蛮建议 各位可以把这个影片 先看一下 因为这个影片 其实可能讲的 大数据部分 讲的比我更好 OK 它的对象是 那个风鸟大学的学生 还有教职员跟学生 OK 然后其他的话 我们 OK 那等一下 我们就要进入到 就是说 Excel 跟大数据之间 有什么样的关联性 那我会取几个范例 这个范例都是实际的 所以后面 讲的理论 会比较少一些些 理论大概就是讲一下 大概粗略的了解一下 有关大数据是什么 那再来的话 就是实际上 我们来run一些实际的案例 那所以请各位 等一下帮我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 填写一下 这个课前的问卷 这个课前问卷 主要我要了解一下 大家的第一个电脑程度 第二个 你想学什么 因为这门 我们时间大概很短吧 那我就是集中鼓励 如果你比较有兴趣的 我就先讲 如果你比较没兴趣的 那也许我就略讲 所以请各位帮我填一下 第一个线上问卷 第二个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需要最后客后的影音 客后的影音的话 那你就留一下你的mail 那我会在客后 回去之后 转档传到YouTube上去 并且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你就会看到我们今天 所有的上课内容 OK 那再来的话 还有关档案下载 所以这个部分 线上问卷 那线上问卷 我是利用Google表单 其实它太好用了 直接点击 你这边填一填就OK了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有关那个 待会会用到的 相关的那个范例档案 还有所有的那个范例档 还有奖励 我们今天的奖励 那另外的话 还有我们最后要需要的那个 可能会写一些VBA程式 所有的程式也都在上面 那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白板 所以我把白板搬到云端上 所以我给他取个名称 叫做云端白板 然后这个云端白板 用了很多年 我发现现在我的学生 非常喜欢 非常习惯 因为以前写一写 擦掉模特 那现在放到云端上 我把它全部画面 我需要的寿司 或者是说一些叙述 通通都放在云端上 然后他只要打开 他的手机 平板 电脑 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而且下了课之后 回到家 半夜 都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不错的 这也应该是我的创意吧 我自己创了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利用一些新科技 就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新的发明 然后顺应时代潮流 跟着时代的脚步去走 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有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的 你就往光明的方向走 你就越接近光 那如果说你每天看一些 负面的那样的消息 你就会越负面 所以我发现 有的时候跟一些人聊天 可能聊两句 我都觉得 你的想法有点太负面 OK 那我可能就不太 就是 也许不然就是 找方式影响他一下 要不就是 还是不要再讲下去了 尤其谈到政治 也更敏感 因为今天刚好是520 OK 520我们用行动来庆祝新总统 OK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做一点事情 因为你讲了 我觉得现在不缺发表意见的人 而且网路上 那个酸民一堆 我发现才一个事情 一堆人奇怪了 这些人真的是时间还蛮多的 而且都有自己的见解 而且见解都非常的精辟 但是 怎么做 OK 可能好像大部分都没有 大概抱怨的多于 实际上有一些真正的见数 那我觉得有时候 反倒是 我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开心的地方 我真的做了一些事情 是 对有一些人来说是有帮助的 我发现好像我的影片 在什么时候观看次数最多呢 大概是接近早上9点 一直到中午休息前 然后中午休息后 大概1点2点开始 又开始爆冲 可见得我蛮多的影片 还有库洛格文 都是上班族在看的 所以感觉上 或多或少好像对于一些人是 有一点点帮助的 自己当然也觉得这件事应该 做得好像也还蛮有一点价值的 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存在的价值 即便有时候 上课就觉得越来越有兴致 而且这个热情就起来了 那请各位等一下帮我做两件事 一个是填写课前问卷 另外的话 下载范例档案 然后稍微看一下云端摆盘 讲义大家都有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直接到上面去下载 这个是一个PDF档 当然这个都可以下载 只要你不要用在商业用途 这应该都OK 反正我放上去 那请各位先帮我做 等一下我们就接着继续来看后面的 那我等一下会先看一下 就是各位填写的结果